2月27日 廣州南沙三明島果農凡先生正在採摘成熟的番石榴 據介紹 目前三明島農產品杜運臨時碼頭已經開通了 他們的農產品終於可以運出到銷售了 三明島佔地面積14908畝戶籍及外來人口約9100人 島內共有魚塘超700畝 種植面積約15000多畝 主要包括蔬菜 番石榴 番茄 椒类等 2月22日 南沙利星沙大橋被船只撞击至橋面断裂 島上農產品的唯一運輸陸路通道被打斷 收購農作物的人進出不便 農產品也難以大批量向外運輸 面臨滯銷的窘境 這個月的22日 橋發生事故以後 我們這裡面加長了與區有關部門的一個溝通協調 讓我們的漁政大隊對我們農民自有的山陣船舶 外運農產品進行一個護航 很好的解決了我們一個非常緊迫要外運出島的一些農產品的銷售 第二個 我們同步也組織了一批在側的山陣漁船 用來專門運送這些農產品 2月25日 經過多方努力 三明島農產品度運臨時碼頭經過試運行後正式投入使用 據瞭解 2月25日至2月26日 三明島農產品度運臨時碼頭開出18班次 運載車輛76台次 農產品約137.5噸 橋段肯定會對我們的農產品外銷有一定的影響 但經過我們各種手段的一個介入以後呢 影響已經很明顯的降低了 我們組織的政商會 工會 加強對我們三明島農產品的一個採購 同時也發動了轄區裡面的一些企業 來採購我們的農產品 像工地啊 企業的飯堂啊 這些我們都同步在發動 目前呢 我們還跟區域農業集團加強了溝通 他們準備今天是在我們三明島這裡設立一個農產品收購點 船撞橋事故後 僅有南沙利星沙大橋這一出島陸路通道的南沙三明島民眾出行受阻 據南沙區政府27號消息 除開設臨時輪渡駐三明島民眾出行外 正在修建三明大道至中山民眾沙載路保通便橋以進一步保障島上民眾出行 2月27號 記者在保通便橋施工現場看到 在中山民眾沙載路一邊 多台挖掘機正在進行路面撲壓工作 在河面上 多名工人正在對水上接裝平臺進行焊接 從這個大橋被撞毀以後 我們接到政府的通知 立馬就進行一個進場的施工 目前大概我們現場人員有150多人 是24小時不間斷施工 據南沙區政府介紹 該保通便橋可通行車輛 預計7天至10天建成 截至27號12時 該保通便橋目前已完成4個水上接裝平臺焊接 開壘完成8個 占比66% 完成14根鋼管裝插打 開壘完成22根 占比68% 完成12根鋼管後廠對接及中山側占橋頭碎石填柱 整體進展情況按計劃順理推進 目前我們現場看到的就是 正在進行一個鋼管裝的一個焊接施工 焊接完以後 把它進行插打到位以後 然後我們進行放被雷片 還有這個鋼占橋的面板 就是保證一個整橋的通行了 就是 在橋樑搶修方面 據美日監測報告 19號橋墩第20孔梁體位移數據未見明顯發展 主橋17到19孔橋面現行正常 均處於穩定狀態 2月27號下午 記者現場看到 施工人員正在對立心沙大橋受損跨梁進行拆除 此外 目前南沙區正對全區365座橋樑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治理行動 截至27號12時 累計排查橋樑115座 排查工作按計畫有序推進